安播澳門《市民日報》奧文 2023年2月20日 王毅批評美方在飛艇事件濫用武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9日介紹中美接觸情況 應美方請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出席 慕尼克安全會議期間 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非正式接觸 王毅清晰表明了中方在所謂飛艇事件上的嚴正立場 指出美方所作所為是典型的濫用武力 明顯違反國際慣例和民用航空公約 中方強烈不滿,嚴正抗議 美國才是全球最大監控偵察國家 高空氣球多次非法飛越中國上空 沒有資格對中國污衊抹黑 美方要做的是拿出誠意,正視並解決濫用武力 給中美關係造成的損害 如果美方執意借題發揮,炒作升級,擴大事態 中方必將奉陪到底,一切後果將由美方承擔 王毅強調,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堅持原則,勸和速談 一直發揮著建設性作用 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在不結盟 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基礎上 是兩個獨立國家主權範圍之內的事情 我們從來不會接受美國對中俄關係指手或腳 甚至脅迫施壓 美國作為一個大國 理應推動危機政治解決 而不是拱火囂遊,趁機謀利 王毅指出,要維護台海穩定 就必須堅定反對台獨 真正堅持一中原則 美方在台灣問題上要尊重歷史事實 順守政治承諾,將不支持台獨的表態落到實處 你收聽的是安播澳門 這個短片是由市民日報連同安播傳媒聯合推出 請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大家聽到 請關注 按照 訂閱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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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